四位副总理人选已定 一人出人意料 据消息人士透露 曾经在哈佛大学求学的刘鹤将在明年三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他将负责应对经济崩溃的威胁 据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 在下一个五年掌舵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习近平的重要顾问刘鹤很可能在明年三月出任副总理 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大力反腐巩固权力后 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应对面临经济危机的压力 包括日益增长的债务 产能过剩和国企效率低下等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明年三月预计将连任 而他的四位副总理将退休或者出任他职 消息人士说 已经进入25人政治局的刘鹤预计将替代马凯主管金融 在十九大入场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将出任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也就是常务副总理 目前由张高丽担任 消息人士透露 其他两名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和胡春华 预计将占据剩下两个副总理的位置 孙春兰很可能代替刘延东 胡春华将替代汪洋 正散张